第六篇 张仪御甲秦兵已就位 这是全文 张仪御甲这个甲是通这个戒指 他想借秦国的军队去救魏国 秦国的大臣左臣告诉刚茂说 子不如与之 您不如借给他 魏不访秦兵 就位后秦兵死太多 就不能回来 就不访秦兵 张子不访秦 那么张仪 张子就是张仪 也不会回到秦国 魏若访秦兵 若就位之后的秦兵能回来 张子得志于魏 那么张仪得到重用在魏国 不敢访于秦义 不敢返回秦国 张子不去秦 张仪不离开秦 这个去就是离开 不离开秦 张子必高子 张仪必定会高过里 高贵过里 张仪想借秦兵去救魏国 秦臣左臣对刚茂说 您不如同意借兵给他 要是救魏让秦军死亡太多 那么张仪就会畏罪 不敢返回秦国 如果救援魏国成功 秦军送还秦国 那张仪就有功于魏国 在魏国自然是春风得意 也不会来到秦国 张仪如果留在了秦国 他的地位必然会在明之上 这就是张仪遇见秦兵已就位 我们下一篇再见